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佛吃饭的时候 过中午之后就是畜生吃东西的时候 到晚间就是鬼吃东西的时候 本来鬼是找不着东西吃 可是我们人这会儿吃东西 这碗和筷子一出动静 他就听见声音 就会来抢着吃 我们所吃的东西 到他嘴里就会变成火 因为他夜暴太重了 不能吃东西 鬼就以为人用法术将这饮食变成火 不给他吃 于是他就生出 称心对人就打 或者令人生病 就和人来斗争 所以出家人晚间不吃东西 因为这是鬼吃东西的时候 在早晨是天人吃东西 天上的人在早起吃东西 所以出家人在早起喝粥的时候 送出这一点饮食给天人吃 或者给鬼子母吃 鬼子母就是我们讲的罗沙鬼 他专门吃小孩子 罗沙鬼子母为什么叫鬼子母呢 因为他有一千个鬼子 他带领这一千个儿子 到处去偷小孩子来吃 人家小孩子一出生 他就给偷来吃 很多的家庭里 小孩子一出生 就被他给偷去吃了 变成很多家庭都没有小孩了 于是有人就去求佛 问佛这该怎么办 佛知道小孩子 都是给鬼子母偷去吃了 于是 鬼就把鬼子母最小的儿子给拿来 放到佛的箔里面扣着 鬼子母回到家一看 小儿子丢了 就到处去找 找来找去 就找到了佛的地方 一听 他这个小儿子在箔里面哭 他就想把箔给抬起来 救他小儿子 殊不知 他抬不动箔 回到家 又把其他 这999个儿子都带来 大家一起用力来掀这个箔 也是闻丝不动 他就向佛来讲道理 你为什么把我的小儿子 抢来放到你箔里 不给我呢 佛说 你有多少个儿子 他说 我有一千个儿子 佛说 你一千个儿子 现在只没了一个 你为什么就这么着急呢 他说 我的儿子 一个也不能少的 佛说 那么你把人世间 所有的小孩 都偷着拿去吃 这又怎么讲呢 鬼子母说 我不是想要吃小孩子 我是没有东西吃 如果不吃小孩子 我这一千个儿子 连我都要饿死 佛说 从此之后 你也归一三宝 受持五戒 不要再到处去偷人家小孩子吃 你有这么多儿子 却一个都舍不得 我把他扣到脖里面 你就这么着急 世间人的小孩子 你都吃了 人家父母岂不着急吗 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了 鬼子母也就答应佛 归一三宝 受持五戒 于是 释迦摩尼佛 就叫所有的弟子 在武斋的时候 送点饮食给鬼子母吃 所以 宋时念这首祭颂 大鹏金赤鸟 旷野 鬼神众 罗煞鬼子母 甘露细充满 说这吃的东西 好像甘露那么甜 无论它们有多少 都可以吃饱的 这是中午送贡的记字 叫 施食 这个施食 就是 给大鹏金赤鸟 和罗煞鬼子母的 日中一时好处多 日中一时 就是 早晨也不吃东西 晚间也不吃东西 只在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 这个时间来吃饭 这叫 日中一时 但是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 以为 日中一时 就是 迟午 其实不是 迟午就是 早晨吃 中午吃 晚间不吃 日中一时是很好的 可惜不容易做得到 为什么 民以食为本 一切人都有 吃东西的食欲 饿一点 就想吃东西 早起也饿 晚间也饿 好是最好 不容易做得到 好什么呢 节省很多的麻烦 你少吃两餐 就少大便 小便几次 日中一时 这种的功德 说也说不完的 总而言之 你少吃一点东西 就少一点麻烦 吃的太多了 麻烦就会多了 日中一时 这种的好处太多了 日中一时 是依照佛的制度 佛的规则 来修行的 制度就是规则 就是规矩 早晨是天人吃饭的时候 佛只有中午来应供 等过午末时 这是畜生吃东西的时候 晚间就是鬼吃东西的时候 出家人 为什么晚间不吃东西呢 就因为你晚间一吃东西 这筷子晚一响 鬼就想来 同你抢着东西吃 可是人吃的东西 一到鬼的口里 就变成火 一变成火 鬼就生嗔恨心 就要跟你打斋了 令你生病 所以修行的人 晚间不吃东西 就是这个原因 并且 现代医学专家 在对乳稿进行研究时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有十多位老人 常年不吃晚饭 几十年来 一直都保持这样的习惯 有个老人 二十年没吃过晚饭 他每天晚上 天一黑就上床睡觉 早晨五点起床 然后开始吃早餐 吃的是叉粥或大米粥 现在生活好了 就加点麦片 还有人三十年 晚上只吃一个苹果 或者泡二两炒米 就上床睡了 从来没有觉得饥饿 这些不吃晚饭的老人 早饭和午饭也不多吃 大多粗杂淡饭 他们肠胃都很干净 在绝大多数现代人看来 这样的生活习惯 实在难以理解 其实 这与古人的生活方式 是一致的 古人每天只吃两顿饭 早上九点左右 和下午两三点 各吃一次 他们的这种做法 非常符合养生之道 早上九点左右 是脾胃最旺盛的时候 这个时候吃饭 可以得到最好的消化和吸收 下午两三点 则是小长经当令 正好可以将食物的精微 运送到人体的各个部位 以供生命活动之需 但是 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规律 都是每天三顿饭 有些人还会加上夜宵 一天四顿 如果让他们按照古人那样 每天吃两顿 似乎有点不太可能 毕竟饿肚子 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 所以 只能建议现代人 早晨和中午吃得好一点 可以多吃一点 但是晚上一定要少吃一点 特别是男人过了32岁 女人过了28岁以后 这时身体的新陈代谢 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早上和中午阳气旺盛 吃的食物都能转化成 气血滋养身体 但是到了晚上 自身的阳气不足了 代谢缓慢 吃进去的食物 不能化成气血 而形成了多余的废物 也就是中医所说的 谈诗 所以说晚上要少吃 民间有句谚语 早晨要吃好 中午要吃饱 晚上要吃少 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早晨 胃里是空的 既要补充前一天晚上的消耗 又要供上午身体能量之所需 要吃得好一点 而中午起着 乘上起下的作用 多吃一点也没关系 晚上少吃的道理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避免坦失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特别是老年人 不要想着生活条件好了 就多吃好的 保健品不离口 其实只要像 如搞老人那样 每天吃两顿饭 就可以轻轻松松 营养天年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宇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